政府今天为消整人员捎来好消息 承诺将会重新检讨他们的薪资和津贴福利 是的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就说 除了调整薪资和津贴之外 政府也将全面探讨重组升级机制 和考虑招募心血填补消整员的空缺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 今天在马六甲出席2023年 世界消整员日庆典时透露 我国当前的消整人员与人口比例失衡 平均每一名消整员就得服务2238人 再加上每年接获超过10万通 涉及火灾 意外等等各形式的紧急求助电话 根本应付不暇 因此重组消整局势在必行 我们现在还没有同时 而必须的进行 消整局作为国家主要的救援与应急组织 必须时刻准备就绪 应对任何紧急状况 拯救生命和财务 因此地方政府发展部将会全面探讨 重组消整局的建议 包括消整员晋升制度 招聘新人 填补各个消整局的人员空缺 探讨调整薪资和津贴福利 尼克敏也指出 团结政府通过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 210664万令吉拨款 用来强化消防服务 今年的拨款是去年的5倍 这还不包括日前宣布 附加的1820万令吉特别拨款 因此消整局将会善用这笔拨款 增设救援设备 提升救援效率